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近日先后访问了加拿大和美国 与两国国会议员、政府官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了交流 全面介绍了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 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改革开放40年来 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两国人士表示 愿保持与中方的坦诚交流 增进相互了解、深化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